iPhone 16全系列升级到WiFi 7 配合WiFi 7路由器 它的速度会有提升吗 这两部手机就是iPhone 16 小的是Pro,大的是Plus 因为我附近的SpeedTest节点关闭 所以换全球网测APP测速 首先是千兆宽带测速 上一代的iPhone 15标准版跑不满千兆 现在的16标准版没问题了 16Plus实测下行速率1272兆 换成16Pro 毫无疑问的跑满 下行速率1292 速度有一点点差异 这是正常的外网波动 接下来是两条千兆宽带叠加测速 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不直接办2000兆宽带 因为两条千兆宽带的价格是2000兆的四分之一 我们先看一下路由器的后台 显示双万都粘上了 首先试试iPhone 16Pro 下行比刚刚多一点 只有1513 这个速率说明双线是叠加了 但是效果很差 再用右边的Plus试一下 基本一样 下行1558 再把路由器拉近一点 又测了一次 基本上没区别 这是WiFi 7的速度吗 怎么和去年的WiFi 6E差不多 iPhone 15Pro测速也是1500左右 难道是我的宽带出问题了 我用搭载天机9300芯片的Near 9 Pro试试看 速度没问题了 下行跑到了2200 再试一次 还是2000以上 这一段没有剪辑 手机立马又换上了16Pro 下行1491 再换16Plus 下行1522 速度还是跑不上去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会不会是WiFi 7路由器的MLO功能没开呢 我在WiFi设置中开启MLO 然后先用Near 9 Pro连上测试 WiFi的协仓速度从2882提升到了3570 路由器后台也显示MLO接入 说明路由器的MLO功能已经正常运行了 接下来用iPhone 16 Pro连上WiFi 手机设置页面看不到协仓速度 通过路由器的后台发现新出来一个未知的设备 是5G接入的 Mac地址与手机一致 说明16Pro不支持MLO 这就很奇怪了 MLO不是WiFi 7的标配吗 难道国行版本把WiFi 7阉割了 我又去查了官网的描述 这里802.11BE 也就是WiFi 7 后面有个数字10 下面的内容是 WiFi 6.1和WiFi 7 适用于支持此功能的国家或地区 中国大陆支持的是阉割版的WiFi 7 已经有很多型号的手机和路由器开放了 苹果没有理由不支持呀 为了确认我查看了路由器的日志 我发现16Pro和16Plus连接速率都是2401 果然是WiFi 6 那我们看看WiFi 6模式下极限速度有没有提升 16Plus下极限速度都是1500多 换成16Pro速度基本没区别 这个速度和iPhone 15Pro差不多 依然比较差 比不上安卓的WiFi 6 这个1.5G的速度瓶颈不是WiFi 6缺少4KQAM造成的 而是其他某个地方的速率瓶颈 我之前测试过一堆WiFi 6路由器 比如图上的阿里云、雷科、瑞斯康达 都是WiFi 6路由器 我实测速度都在1600以上 最高的下行到了2000兆 我也查了一下老外的测速 他使用了两个企业级的WiFi 6EAP iPhone 15Pro的6G局域网测速 最高也才1.6G 所以我猜测哪怕16系列的WiFi 7正常使用 协商到2882甚至是3570 实测速度也不会有大的提升 我们再对比一下有线网络的速度 就是USB Type-C接口接网卡的速度 16系列的USB接口相对于上一代没有改变 标准版还是USB2 Pro系列是USB3 16Pro能基本跑满2.5G局域网 16Plus速度只有200到300兆 不过比同样是USB2.0的iQoo Neo9 Pro快一些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穿墙后的速度变化 我的测速服务端软件换成了开源的Open Speed Test Neo9 Pro也重新测了一次 通过表格对比iPhone 16系列比不上安卓 与搭载天机9300芯片的Neo9 Pro差距比较大 远端的CD1点和高通平台差别小一点 近距离的速度差异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远距离的差异有可能是金属边框的天线难以设计导致的 总结iPhone 16系列的WiFi提升非常有限 标准版16相对于15提升比较大 Pro版基本无差别 iPhone的WiFi与安卓旗舰芯片手机的差距依然比较大 当然测试结果不代表实际体验 你们对iPhone的WiFi满意吗 本视频的声音分别通过四个设备录制 它们是14Plus、16Plus、16Pro和大疆DGRMRC二代 仅仅调整了音量大小 iPhone 16Pro搭载了录音棚级的四麦克风阵列 你们能听出来哪一段是它录制的吗